大家好,我是小草 老话说得好啊 冬吃萝卜下次将三个萝卜抵一致人生的功效 虽然这话有点夸张 但说明在冬天吃萝卜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 温暖的春天来临了 慢慢的天气会越来越温暖 地里面就剩下这最后几个萝卜了 再不拔掉放在地里面就要抛掉了 这几个萝卜是我年前十月份的时候移栽的 别人的撒播的那个萝卜苗比较密嘛 我就拔了几个那个萝卜苗移栽到这里 因为我们家里面小孩不爱吃萝卜 我栽的比较少 其实也没栽多少 它栽了二三十个苗 栽的很少 现在还有这么多 小孩子不吃你没办法 就我自己拔了几个煮萝卜水喝了 不管你萝卜做什么东西 他都不吃这个白萝卜 但胡萝卜他也特别爱吃 其实这个萝卜蛮好吃的 这个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品种 韩国的那个白萝卜 水分比较重 而且呢比较清甜 特别是冬天打过霜下过雪之后 这个萝卜的口感特别好 比较清甜 种植这种大萝卜 最好是以学播的方式种植 就是说一窝放两三颗萝卜籽 如果是后期密了的话 看哪个苗大就留哪一颗 到时候见苗 这样子种出来的那个萝卜呢 个头就比较大 这种移栽的这个大萝卜呢 它要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缓苗期 它的那个头始终没有那个直播的那个萝卜 个头大 所以说呢 如果要种白萝卜的话呢 最好是以学播的方式种植 这样后期那个萝卜的品香啊 产量啊都要高很多 这几天天气又不好 下了好几天的雨了 地里面也比较潮湿 先拔回去先 拔回去了 把它切成萝卜丝用盐盐一下 然后放东西把它压起来 等天气好了再拿出去晒 做成干萝卜丝 那样也好储存一些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